新北市長侯友宜在今天出席板橋消防隊聽設動土典禮 同樣受邀的還有積極佈局2026新北市長的民眾黨總召黃國昌 兩人現場互有來往 不過談到選戰佈局 侯市長強調時間還早 只期盼這段時間立委們能夠積極為在地爭取資源 聽到主持人幽默一下 平時嚴肅的民眾黨黨團總召黃國昌 露出微笑 與侯市長握手致意 黃國昌來到新北參加消防隊 聽設動土典禮 與在場藍營人士互有來往 布局2026億未農 不過見到黃國昌在現場 侯市長說大選還早 談話在場立委要發揮所能 為地方爭取資源最重要 理算益還非常非常的早 因為新北市的所有的人均預算 是最少的 立委給我們的協助 才是我們最實惠的 各方陣營都積極布局九合一選舉 藍白在經營2024總統大選後 地方選舉還有合作空間嗎 我覺得藍白盒現在大家就是有善意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侯市長跟國昌總召 其實互動也都還不錯 藍白我覺得當然是有機會 綠營這邊民進黨立委蘇巧慧 以及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也同樣勤跑清北地方大小活動 深耕在地的立委張宏露 如果是這樣看黨內競爭 我們不喜歡空降 但我們希望能要來參選的人 現在就來 現在就來還有那麼久 就不是空降了啊 各方陣營都壓著滑水 積極布局 兩年後誰能順利拿到 九合一大選入場券 都還有待關注 記者訪問專輯界台北參謀大 記者訪問專輯界台北參謀大